if you find the one you should never give her up I think it's the way life 诶 题外话 你们也没有想过 在Daman Sara Daman Sara Utama 湾游在这边 Center Point在这边 它的中间 有一个New Launch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不知道的话 今天分享给你 一家一房 价格 before discount before rebate 是350千 到380千 before rebate 它的地点是在Daman Sara One Utama Center Point的中间 如果我有个朋友 刚刚我会跟他分享 他讲 走路可以到One You吗 我讲 可以的 走得到的 你走一个大概 15到20分钟 因为马来西亚人走路很慢 但是你驾车非常非常的靠近 你们想知道更多 直接PM我 我会跟你分享 这一个property 是经由我们的分析 它即将会是很高 Rental Yield 因为那一个地区 Daman非常高 第二 location不用我讲 Daman Sara 非常的好 第三 Low Density 少过1000件 它是Below 1000件 实际几多件 我不要说 机会难逢 要就PM 这一边 不要comment 直接PM我吧 inbox我 有我电话的 直接call我啦 不要省了一点点钱 OK Bye If you found the wine You should never give her up I think it's the way Life changes Hey Gamman Fongdei san Zi to di 今天呢 欢迎我们大家 带来第一集 而且也是 我看了一个文章 觉得蛮心痛 蛮心碎的 所以要跟大家 分享一个东西 就是 那个文章就说 有些人 买房地产 他竟然买得 越来越穷 我就奇怪 怎么会是 因为我身边的人 大部分 跟我认识 我们都有聊天的 都是越买越有钱 我就深入研究 深入研究过后 就发现一样事情 真的蛮心痛 因为他们买 房地产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 读过一本书 那本书 当然不是小弟 我写的 那本书 在2000年的时候 他有说到一个 这个原理 就是我们的 富爸爸 穷爸爸 你的房地产 到底是为你 带进 positive cash flow 进你的口袋 还是你的房地产 是一直从你的口袋 拿钱出来的 很多人买 property的时候 就没有计划 没有这个分清楚 也没有好好研究 就搞到这个地步 而且 给你们分析 我一个研究 这个事情就是 其实马来西亚的房地产 我几乎可以讲 85% 85% 你买的几乎都是 negative cash flow negative cash flow 对 你没有听错 只有剩下的15% 是positive cash flow 而且 不只是positive cash flow 它还可以给到你 继续增长 那个价钱的房地产 那这些房地产 在你呢 当然 不会直接跟你讲 你必须要花 花很多时间 去做你的研究和research 因为这一些都是 我们讲 讲出来 大家都去马来 那我还生什么 给我自己呢 所以 卖个关子 那我们先说 如果你今天已经买了 85%的房地产 那你怎么办 如果你买了房子 是每个月 negative cash flow 租金 installment 不match 你必须要贴钱的 这个怎么办呢 或者是 有些朋友是说 我买了房地产 我花了几十 几十万 sorry 几万块啦 四万 五万 三万 这样子 我装修了我的屋子过后 拿了好的租金 但是他自己拿那个 calculator算一算 哎呀 我的妈 我花比人家多 一万两万 我租比人家多 五百一千 一算一算 哇 我要比人家多 二十个月 甚至三十个月 我才可以拿回 我的装修钱 这个怎么办 所以我本身 一定会跟你说 你买了85% negative cash flow 的房地产 不要急着装修 因为装修 那个即将会另外一个 令你变得越来越穷的事情 我们不跑装修 我们只跑 furnishing interior design 因为这些是用最少的钱 你可以得到最高的rental的 那我先说回去 如果你已经买了 negative cash flow 的property 怎么办 我很多朋友都一直问我这个问题 哇 到底我买了85% 这些negative cash flow 我应该怎么办 是很头痛的一个问题 第一 你一定要换你的game plan 事实改变不了 negative cash flow 就negative cash flow 比如讲 我有件property 三成 在不中的 我买的时候 instormant这么高 我的rental 因为它是landed landed一般上 都不会高rental 除非你做了partitioning 或者是你跑 ab&b homestay 我本身就像普通那样出租 但是我换我的game plan 我知道 一年两年三年 我是得不到positive cash flow 但是 我很明确知道 我的market research 它是作为的future booster 而且它的new launch在旁边的 它的价位到哪里 我很清楚知道 也就是这个让我知道 我要换我的game plan negative cash flow 没关系 给它 tenant帮我还 instormant 我ok good good 因为tenant至少帮我还了70% 30%我自己贴而已 我都换我的game plan 这一个landed 3 story 我一定会在三年之内 我一定会卖掉 而且那个价格 based on research NAPIC BRICS 全部我research了 我买我的sub-search朋友 我买valuver 我已经有个标杆 三年过后 我一定会卖1.15 million 事实证明 我在两年半的时候 已经卖掉了 1.15 million 因为我的目标 是 profit 1.15跟我买的价钱 那时候大概是几多 900多 我是spf price rebit 过后大概800多吧 我就赚了 一个amount吧 那我就问你 我只是换game plan 我很明确知道 我几时要exit 我的exit point 很明确 我三年我除起来 我赚的钱 怎么样都躲过 你的positive rental吧 所以 如果你今天拿不到positive rental 你必须要立刻换你的计划 几时要卖 你卖了 你才会拿回那个钱回来 那个钱才真的进了你的口袋 进了你的口袋 拜托 拜托 做好好你的research 找 你的朋友喝茶 找 你可以找我喝茶 你一定要请啊 我免费可以跟你资讯 可以跟你说 到底哪一个property 现在是有最有潜能的 不会令你越买越 越求 会让你越买越ok 越买越有钱 知不知道 还有一点 呃 我现在要进来 这个 few yes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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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